因斗逼师徒在空岛城创业失败 索性回到乡下养骑了马 好在乡下不时可以遇到野马 使得二人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未将马群发扬光大 师徒俩仅配骑了马 由于徒弟刚入行不久 还没学到技术 关键时刻还得是有着多年养马经验的毕马星 就这样毕马星一边操作 一边向观众教学养马的技术 直接跳跃和骑射同时点 然而由于小心操作不当 使得马重重的摔了下来 此时的毕马星仍然继续着自己的操作 结果把马惹生气了 直接一脚将小心踹了下来 我 马他妈把我踢了 听到了师父的惨叫后 徒弟也火速地从远处赶了过来 什么强行给他配 他妈踢了我一脚 经过叶子的人工呼吸 小心总算是缓和了过来 随后小心也是分析出了原因 这马有问题 这马他妈搅不利索 紧接着 小心便尝试用徒弟的马进行操作 却发现 两只马紧紧地粘在一起 师父俩只得借用蛮力将两只马分开 然而却是牵着步骤 打着倒退 你下车 眼见硬得不行 小心指得来软的 在亲吻了几项马蹄后 也是成功地将两匹马分开 紧接着徒弟便又去寻找马蹄 自己继续操作 找马蹄 你待会再被踹了 我会救你了 我有罪器 不用救你 然而片刻之后不知怎么的 小心的马进在地上开始了垂死挣扎 这让小心很是害怕 自己的马是不是发了阳边风 就在小心努力地 想将马扶起来之时 却被马踢了下来 这让小心很是气愤 你此前还给我踹了一脚 此时小心以为马一命呜呼了 没想到静解锁了新技能 马进可以躺在地上跑 由于此时出现了轰炸区 小心在将马踢到安全位置后 便决定用马 换取徒弟的两瓶止痛药 两个止痛药 这瓶马归你的 见到师父竟想敲诈 为省下两瓶止痛叶子 决定亲自尝试 而徒弟明显没有 学到师父的技术 一顿操作过后 就把马头搞返了 这让小心很是着急 行不行 虽然师父在一旁催促着 但叶子为了省两瓶止痛 还是坚持着自己完成 可几番操作之下 仍然有成功 实在看不下去的小心 只得大方的 免费为徒弟服务一次 果然师父就是师父 每一步的细节都相当熟悉 先闻一下味儿 你知道吧 这玩意儿得闻味儿得太对 跳上去 在师父的操作之下 很快马儿便发起了杨颠风 见到马的反应 跟刚才那匹马的反应一样 小心欣喜的 告诉徒弟成功了 成功了成功了 因为这匹马的状态很不好 小心便让徒弟骑 来你就骑这个 可徒弟在看到师父 对自己如此不好 当即就起了杀星 哇你干嘛呀 紧接着两个逗逼 便抢起了黑幕 我骑这个 看到徒弟将自己的马抢走了 小心也开始了逼逼赖赖 顿时在起杀意的徒弟 假装杀不住杂 竟又一次将师父撞到的地 那么 你能不能玩了 不行 你这人太不问了 该说不说 两个逗逼确实是一个德性 小心在被拉起后 迅速的骑上了黑马 而叶子也相继点到了乘坐 滚 你远你 就这样 马而骑上空鞋的小星 迅速的远离叶子 当叶子看到小星打的是纱布 便询问是否需要药品 而害怕叶子会再次 将马抢走的小星 直接就拒绝了 要吗 星哥 为了逃离叶子 马而骑着小星飞快的驰验 不料却一头撞到了树上 丝毫没有停顿的小星 再次跑 而下面的观众 也在这时向小星询问 是怎样卡出的bug 这个是怎么卡 我已经学会了 我已经抓住这个 就是多次的配马实验 我已经就是掌握了 百分之百 紧接着 这货便把任务 甩给了几集师 明天 让剪辑师给兄弟们读教学 可就在小星打药之际 叶子也追了上来 直接用马撞向小星 你怎么把你的马 怼我屁股里面去了 一瞬间 两匹马就恢复了原状 这让小星很失气愤 哎 叶子 很快 小星又在前方发现了一匹马 那就让我们跟随小星的教学 学习一下如何卡出的bug 兄弟们 我只教你们一遍啊 点击跳跃 跳跃和骑射 好 这个就成功了 再点击成级 又返回了 再试一遍好吧 再试一遍 由于接连几次都没有卡成功 小星变换上黑马 具体操作就是 先用一匹马 跳到另一匹马上 然后同时点击跳跃和骑射 两个按键 最好是空旷平整的地面 由于会出现卡的不到位 没有成功的 需要多试几次 小星也是这样一次一次尝试的 哎 可以了 看到没 像这种就要就要跑出去 他要跑出去了 就可以了 你懂我意思吧 对他就 他就是 他想挣脱 你懂我意思吧 紧接着 小星又帮叶子也卡起了bug 然而由于卡得过于嗨 使得自己差点被堵倒 好 这个就成功了 成功了 对 我完了 随后小星再打了一个要后 迅速的招呼 徒弟进圈 徒弟也在这时 排起了师父的马屁 金哥最强 最强配马斯啊 必须配马斯 我这个是必马温好吧 粉丝说的是必马温 面对着自己这个超级伏地魔 敌人是不容易发现自己的 于是小星信心满满的 向观众讲述 这把吻了 我只能说这把吃关了 经过一路的驰骋 两人便来到了圈里 很快小星便锁定了一名干拉的敌人 有人有人 谁拘他 谁拘 由于叶子没有看到敌人的位置 小星在拘中一枪后 迅速的忙过去 我直接创他了 他哪个位置没看到 你故意的吧 都说小星快递随时随地准时送达 很快便传来了小星的大伙 快点啊快点啊 此时被连打逮捕的小星 那叫一个气 看到徒弟还是不知道敌人的位置 骑着马围着树直转圈 紧接着又联想到自己几把都成了观众 小星再也别不躲 又让我观战他 他杀一个人 他抢的是人机 随后叶子在将敌人击杀后 并又与一队敌人展开了火拼 看到徒弟被敌人这么围攻 小星也是安慰着徒弟的情绪 看你怎么打啊 没有我看你怎么打啊 看你怎么打